各位观众,大家好 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环节有问必答 这一节是我们最后一节的Q&A 把握机会可以给电话我们 又或是传电邮过来的 电邮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Stanley,我们先看看第一位家庭观众的 这位是Chester,想问是27号这个股份 我们先看看股价,5元银行娱乐 71元,暂时跌1元,公布了业绩 似乎业绩就OK,不太好 如何部署呢?家庭观众就说 听说,他有一手,70元左右就买入 想了解,如果他买了的话 可不可以收到息 查询何时随证 另外,如果现价沽了他 其实都是1元水平 如果沽了他,买回银行股好吗? 我想多留意到内银股 近日创52周身低 239方面跌出5元 可否换买去内银股呢? 如果不是,有没有其他股份可以介绍去买入? 先看27号 先说回收息的东西 看报纸都知道 基本上,银股都是派特别息 所以,变相之下 如果你持续银股是有息收的 只不过,现在的息就不算高 如果你是27号 你计算的数据,都是大概1厘了 可能未必有 因为你这一刻,71元的话 应该是不够1厘的 但息是有一段时间的 但问题是,要先持续 但你何时随整呢? 要再帮你查看 但如果以投资价值来说 当然,如果现在这一刻 你想比较平淡 你纯粹以收息角度去看 那些老人股,没错 是吸引的 即现在这一刻 个别来说,息率方面 大概是6厘、7厘 但问题是,买老人股 现在这段时间 我会觉得就是,要赚个息 因为,当然老人股 股值上来说,就不算贵 即现在这一刻来算是便宜的 但问题就是,股价有没有比较好的表现 在资料的时间 我觉得暂时来说,比较难些 所以,初步看 如果本身有着银鱼的话 我会建议你先拿着银鱼 所以你可以说,银鱼股价的波动性 相对比较高些 但始终我觉得这份业绩 第一,我觉得不算太差 第二,似乎银鱼本身的股价 看起来70元附近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所以假设这个位置 也有些比较大的支持 所以假设你真的无所谓 可能可以先放置 可以先留意70元这个位置 如果不跌穿的话,先拿着货 OK,好,多谢Chester你的email OK,我们先听听电话 好 邮少姐在旁边 邮少姐你好 邮少姐你好 新年我想问两只股票都没有货 首先,那只四环 我现在太高了 我相信低支哪位买得到 明白 第二只就是你值外股257 那你想哪位买入呢 麻烦你 明白 好,多谢先邮少姐支持 四环方面,460 暂时来说,升超过半成这么多 上对10元02的水平 是 那基本因素是好的 大家知道 但如果要买的话 等到什么价位呢 这只等下先 这只实在到我来说 也是太贵了 即是你说 你这么说 它的股值上 现在这一刻 都处于一个 相对合理偏高的水平 但问题是股价始终你见 由年初至今 升了很多 虽然医药板块是很憧憬的 那你说这一只本身 它的医药都叫做是好 即是好卖得 在内地方面 但问题就是 你说它的股价 已经升了这么多上来 再转期里面 再爆升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不高 反而你可以说 整个板块里面 或者说这个板块 在过去这段时间 升得太过急 如果假设大市依然有调整的话 其实这个板块有机会 有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调整 所以变相之下 现在这一刻 我真是不建议 试试练买这些树 如果这个假设 假设 你的股价 回到大约大概是5-10% 再来回到大约这个位置 你不妨再考虑一下 这个价位 我觉得真的比较上 是挺高下去 好 再说你的外股 257 是 暂时跌30%过外 这只优小石都未有货 是吗 是的 这只真的不害怕 但是 你可以说今天来计 整个市场 就是这个环保板块 都真的有个比较上 挺大的调整 但是实际上这个板块 基本面是真的OK 所以反而我会建议 现在这一刻 如果你没有货 不妨等一等 它有机会 落到10.5%这个位置 不妨考虑一下 但是我觉得 这一转 如果看图的话 都真的有些机会 可能试试这个位置 就是10.5%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买 我觉得相对比较安全 但是这一只 这一只 可能你要放久一点 就是你拉长线看的话 这只股份 我觉得直播空间 依然都比较大 嗯 好啊 拜拜 拜拜 多谢邮小姐 下一位 我们有林小姐 旁边 林小姐你好 你好 林小姐你好 我想问那个1169 可以电器 是的 手劫行不行 哦 没有货是吗 有货是想入 现在这些位置 能否进入 明白 三个交易之后 会公布业绩了 可以电器169 股价向下跌超过2 19.66 怎样分析 业绩我又不怕 业绩的话 我觉得会不错 还有你都可以说 可以电器本身 现在的卖点 除了你说 白色家电之外 其实纯粹的业务的发展 其实是有些叫冲景 所以面相之下 这些价位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考虑 当然 你说现在这一刻来说 如果以一个技术上去看的话 一个关键的水平 就是$19这个位置 因为$19这个位置 你看到之前曾经试过一次下去 接着有反弹 所以初步去看 如果你说现在这一刻 你是没有货 而想买的话 我会建议你 $19这个位置 如果这一转 它再涂顶下去 跌不穿的话 你可以考虑一下 但这一只 我都会建议 是一个比较上 是中长线的部署 因为你说 你可说 始终公司的 夜日送那边的业务 其实我觉得 可塑性 其实是很高的 就是变相之下 其实这只股份 当然在短期的时间 能不能够去回 $23这些位置 如果到这些位置 你都可以考虑下 私人减持 但我都会建议 这只股份 都不妨可以 就是摆长一点 这样 OK 还有其他东西吗 林小姐 我想行指会不会跌 行指会不会再调整 是吗 是 OK 现在大市方面 跌400点 去到21,174点 我想拖低大市 其中一个圆空 一定是中移董 看到他出了业职之后 是 不收货 不收货 我都会不收货 低位66.5 现在跌4% 暂时的市场 会不会继续向下调整 或者这样说 整个大市本身 现在这一刻 都真的没有什么好消息 你说中移动 那些蓝筹业势差 是一个因素 另外美国那边 似乎都加快了 退市的时间表 你加息方面的预期 现在这一刻 叫快了 这个都是不利的 第三次是说 现在这一刻 正如我们之前那次说过的 内地方面 都真的似乎 都比较多些 叫负面的消息 所以你说现在这一刻 三本齐下 全部都比较差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恒指 还有机会会再调深一点 但只不过 如果你看到图 你会见到的 恒指本身在近日的时间 短期的时间 跌了很多 跌得很急 而初步看 我自己觉得 二万一千点附近这个位 应该可以守住 所以双方之下 现在这一刻 大市跌下去 都好 我觉得再跌深一点的机会 其实是不大 但只不过 的士跌下去 跌不穿也好 你要弹的话 现在这一刻 都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叫我一些叫我好的消息 所以双方 我会觉得大市本身 在上半年的时间 很大机会 可能下面支持位 二万一千点附近 应该有支持的了 但上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一转的时间 二万一千八 应该差不多 即使弹上了 也好 二万一千八差不多了 所以变相之下 现在的大市本身 我觉得都是 傾向炒股不炒市 大市本身 可能是稍微的 但你说个别的板块 好像之前有人 邀斯特问过的 环保的板块 其实我觉得 还可以靠一下 好 多谢先行 可能电话切了 多谢林小姐你的电话查询 看电邮方面 好 陈小姐问王王13号 暂时估计向下调整 去到106.5 跌至2.6 他就想问王王 现在这些价位 可不可以买入 还追不追过 王王可以等他再调心 这一箱 王本身有多概念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公司之前的业绩 其实是OK的 但当然有个更加大冲击 就是说 他会分拆屈臣市上市 这一件事一定是对公司来说 是好消息 但只不过你过大市 现在这一刻 都似乎 是比较 之前来说 比较强势一点的股份 都开始有些叫 叫洗仓的情况出现 所以变相之下 现在这一刻 要买王王的话 就不用那么急着 所以要你解释 这一转的时间 有机会 可能再试回去 100元变这些位置 到时才考虑 现在这一刻 我觉得可以先等下 OK 等一等 陈小姐 多谢你的email 下一位 我们有王小姐 在旁边 想问 其实先买一只股份 就是2007 之前好像都答过 和Sandy 上午时问碧桂园2007 今天来说 逆市做好这个股份 升9% 上回3.11% 因为之前来说 可能跌过籠 因为有些管理层的变动 他就说 两个8.5元就入货 是否应该都继续拿着它 就想着长线的 另外 现在可不可以买内银股 同样地又是很吸引 9.39%方面 内银股也行不完 是的 又继续创新低 4.9% 很久都没有见过 可不可以买内银股方面 其实你可以说 内房加内银股 其实两个板块 我都看淡 所以两个板块 你买还是不买 我会保留 你可以说 现在这一刻 虽然你看到 碧桂园 今天来说 有些比较上是很大的反弹 但是 当然 公司本身之前的股价跌了很多 再加上昨天的时间 有一个说 管理层的一些叫做CFO 就是离职这些消息 都间接着股价更加做得比较差 但是 这些水平 你说现在这一刻有货 我都会建议你先拿着货 因为 始终过去这几天的时间 跌太多了 短期里面 我觉得有机会 可能再试一试 3.4 甚至乎 更加高的水平 就是3.6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可以有机会再试一试 所以如果你有货 我会建议你 暂时这一刻 看着3.6这个价格位 如果有机会到这些位置 如何都好 可能会减持 至于你是内人股方面 正如刚刚说 你说这一刻内人股 没错的 估值上是便宜 息是很高的 但问题是 内人股始终现在这一刻 都可以缺乏了一个 叫上升的诱因 你想想想 所有的消息 关于内人股的话 都比较上是挺不利的 所以变相之下 虽然现在这一刻 没错 息是很高 估值很吸引 但你要买去的话 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当然 你说现在这一刻 好像是很便宜 的而且确 真的很便宜 但问题是 便宜了很久 不是现在这一刻才便宜 但去到股价 都是不移动的 甚至乎 不像下层在底 所以变相 如果你没有货 我都会建议你 等等先 好 希望可以帮到 黄小姐的email方面 继续 带上另一位的黄小姐 问两只股份 分别是 386和303 Vtech 是 我们都看看306方面的情况 这次来说 就比较 较 下一日 就会公布业绩 暂时来说下跌超过3% 那么多 报6.45 他就说6.7 就已经有一注了 好没有这些价位加注呢 这次我就觉得可以考虑 因为 事实上 你说中石化的前景 我的看法是比较正面的 还有你可以说 因为公司现在这一刻 已经是 叫做 开始就着这个叫民间 引入这个民间资金做东西 所以变相之下 我觉得这只股份 我觉得是ok的 即是你说这些价位 再加注货的话 不介意的 我觉得可以考虑 当然下面也要 先剩下一些 叫做止蚀的部署 如果解释跌超过6元这个位 的话 先考虑止蚀 但是现在这一刻这只股份 我觉得 值得再加注货 可以的 OK 另外就问303这个股份 是VTEC OK 惠益达的PTEC 暂时股价向下 去到96.3 家庭观众就说他有货 97元左右就有货 现在来说应该怎么部署 之前就好像不是太看好 大述的目标价看到85元 说的是因为销售比较慢些 和成本上升的因素所拖累到 其实销售比较慢 这一间公司本身 但问题是公司业务的发展 其实都OK 最主要就是说 有些儿童 一些教学软件 教学的玩具 其实都可以说相对来说 是比较受欢迎 当然公司的一个卖点 就是说 它的股息比较高 相片上 这些价位如果有货的话 先拿着货 其实这些我又不是很担心 反而你说如果刚刚有的家庭观众 可能是想买来人股 事实上 偉大的股息 都真的不低 而且你见到业务的发展 都比较上我觉得是很稳定 但问题是说 它的下方不算太多 所以变相之下 这些股份有货的话 先拿着货 好 最后一条email 刚刚收到杨先生给我们的电邮 就是想问内银股 可否换去其中一只外股 哪一只呢 首先它在农行方面 1288元就说持有很久 3.98元就有货 因为现在捱一捱 捱到3.06元才如何部署 因为有很多人说 这个前景不是太被看好 所以估计一直下跌 可否换去257元 257 不如这样吧 杨先生 我给你两手准备 事实上内银股 我不断看得很淡 你说现在这一刻 沽了去257 是否一个好的选择 我觉得可以考虑 但问题是 但你捱了一元 问题是内银股本身 如果你有货 其实我不主张你这么快换去 我反而会建议 当然 你说捱了一元价 这个我明白 但问题是内银股 始终是有色派 这一件事 你都可以说是内银股的其中一个卖点 虽然你可以说 没有货的话 我不建议买 但既然有货 你又有色收的话 不妨先拿着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现在这一刻 龙行这些价 你又沽售它的话 我也不是很建议 坦白说 因为始终是内银股 它真的有色收 而257 它的股价会走得不错 但价格那边 暂时没有太大的寄望 所以变相之下 我会建议你一半的资金 留在这只龙行里 然后那一半 你可以考虑一下 互马去验出 明白 好 多谢先看杨先生你的电邮查详 OK 我们都回答了 E-mail和电话 多谢各位家庭观众的支持 Stanley说的顾问 有没有说哪一只拿着你 都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我们休息一会 转头四点后 继续和大家看大市的表现 恒指这一刻 越跌越多 跌着382点 我们转头再谈